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很多农户关于在种植番茄的时候 有一些疑问 就是说番茄我们正常来讲 应该是挂几岁果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第一个 要根据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 如果现在市场的行情本身就差 那么咱们就没有必要让它多留几岁果了 一定要及时性的打头掐定 以促使剩下的几岁果 及时的成熟提早上市 这样子才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收益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位置 就是铁丝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铁丝的位置 目前就是大概在一米六左右 如果就这样的一个铁丝位置 建议咱们朋友们 就是留五岁到六岁果 就完全可以了 再者说呢 本身咱们就是赶的早春茬的 那么马上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 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份了 当天气越来越暖和 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么对于番茄来讲呢 它这个成熟的就比较快 当然了 上市的肯定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价钱呢 它就会比较便宜 所以说这个时候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一般呢就是留这个五岁到六岁果呢 就比较合适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越往上其实这个输送的距离呢 是越来越远 你看这个是五岁果 这个果呢就相对比较小了 另外做果率呢也就比较低了 像这块呢只成果了三个 但是你看这个四岁果呢 它留了一个两个三个 包括底下这个四个 相对来讲呢 它越往下 它这个你看 这一岁呢就是一二三四五个 越往下 它这个静根输送营养啊 就比较直接比较快 距离呢又比较短 所以说呢 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一来呢考虑一个天气的情况 考虑当地的一个市场情况 然后呢来结合自己的一个生产情况 这样子呢才能达到一个高收益 从去年就是冬季的时候 我专门给咱们朋友们做了一期啊 关于这个番茄呢 就是整只大串啊 这个视频以后啊 今年呢我发现啊 有几个朋友给我私信的时候 这个果之下啊 这个老叶呀还没有衰老 就已经把这个叶子打掉了啊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是为了增加光合作用 这个到底对不对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 朋友们可以看看啊 我们这个呢 现在是二岁果的一个位置 二岁果之下啊 我们呢还会适当的去留一些叶片 除非呢是一些像老叶啊 或者是叶业呢 我们会适当性的摘除 但是呢 好多朋友呢 现在是为了提高光合作用啊 增加光照率 把这个二岁之间这个 或者三岁之间这个呢 全部现在打掉了光剩下的光秃秃的这个管啊 以及这个光稿成了光稿司令了 这个呢 很明显是不对的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在夏季的时候 我们本身呢 就要去防止这个高温的天气 所造成的一些 比如说裂果啊 或者说是一些日灼伤啊 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们呢就应该是 就底下这个一岁果 我们现在是采掉了啊 采掉以后呢 我们把底下这个一岁果 这个下部的这个老叶啊 可以给它摘除掉一部分 等回头呢 二岁果摘除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二岁果呢 然后这个老叶呀 又可以给它打掉了啊 这个呢 是正常的啊 我们只有说是往上采摘一岁果 然后采摘以后 才能把下部的老叶呢 逐渐的给它打掉 因为这个在夏季呢 一定要记着呢 有个原则 摘叶打串的时候 这个只摘老叶或者并叶啊 打串的时候呢 也是每岁果采摘之后 再进行打串处理啊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呢我们见面了 我们这个棚啊 主要是以小番茄为主 这两年呢 番茄这个品种啊 相对来说比较多 很多农户啊 说白了不知道 这个一个棚啊 它这个猪杭剧 怎么样去规划比较合理 首先呢 对于番茄来讲啊 这个猪杭剧啊 不能一概而论啊 如果说咱们朋友们呢 种植的是以大果为主呢 普遍净根啊 比较粗 比较壮 比较健壮 椰片呢 比较厚 比较大 而这个小型的番茄啊 大家可以看 像这个小型的这种番茄啊 它这个净根啊 相对就比较细啊 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如果种植的是大番茄的话呢 建这个猪杭啊 你直接放在50公分啊 就比较合理了 如果是种植一些关于小番茄的话呢 植株长是比较矮小啊 这个猪杭呢 你就可以放在40公分 这个猪杭呢 就比较合理了 当然了 咱们在种植的时候 可以采用啊 这个七笼单行种植啊 或者是双行种植都可以 采用七笼种植的好处呢 第一点 有力跟隙的下扎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咱们在七笼的时候啊 一定要做成 这个拢面啊 是两侧高 中间低 有助于咱们铺设这个低水管带以后 饱水和饱肥能力增强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朋友们大家好啊 本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大棚内的温度呢 已经上到了35度 那么问题来了啊 这个温度呢 一旦上升到35度 可以说呢 对番茄的生长呢 肯定是有影响的啊 包括在棚果的过程中 或者花样风化呢 都会受到一致 当然了 这就需要我们啊 去进行这个通风啊 或者是遮阳处理了 那么遮阳处理 我们常见的这个方法啊 就是说每年的时候 我们都习惯性的 通过去拉这个遮阳网 这是一种方法 也有呢 这两年比较流行的 去喷洒这个降温剂 遮阳网呢 一般它呢 利用的是一个阳光的 照射到咱们这个遮阳网以后 进行反射一部分 当然了这个遮阳网呢 和咱们这个棚模之间呢 你肯定要有一部分 这个距离啊 最起码应该隔出来 二十公分 那么我们喷洒这个降温剂 它的作用呢 也是这个阳光呢 通过照射到 这个大棚棚模上之后呢 然后进行反射 折射啊 这样子呢 来降低 那么大棚内这个光照啊 以此呢 来降低这个温度 不管使用遮阳网 还是使用这个降温剂 大棚外和大棚内 这个温度呢 最起码能够相差四度 可以说呢 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有些农户呢 会咨询的 就是说 这两种哪一个成本的更低一点 今天上午啊 我就再算了一块 我们这个棚 我们这个棚呢 是一亩三分地的一个棚 如果说 如果要是去考虑使用遮阳网的话呢 一个棚的这个使用遮阳网啊 就需要一千三百多块钱 所以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使用降温剂的话呢 一桶呢 是七十块钱 啊 这个成本呢 当然就很低了啊 一桶呢 几乎可以喷洒一个棚 而且呢 它使用期限呢 可以达到三个月 这样子呢 就是比较划算了 有些农户说 喷洒降温剂以后啊 对咱们这个大棚这个棚膜 使用年限上有影响 我们去年和前年啊 一直呢 在夏季使用这个降温剂呢 去进行降温 总体来讲 对这个棚膜的影响呢 是比较小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在咱们的一个可控范围之内 农员朋友们大家好啊 本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 这段时间就反映啊 小麦这个静感 就是麦素儿之下 有九到十公分 那么之下呢 都会出现了一个发黄 甚至干枯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病害 它到底属于是一个什么病害呢 有些朋友呢 说是这个文枯病啊 也有些朋友们呢 说这个属于是一种根腐病 那么针对文枯病和根腐病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区别呢 这期我教给他们朋友们 怎么样去判断一下啊 文枯病呢 首先它这个根性呢 并不会腐烂 文枯病最先发生的一个位置呢 是集中在椰壳的一个位置 开始逐渐的往上去发生 首先呢 是这个椰壳部位 然后发黄 逐渐呢 比较严重一点呢 这个静感就会出现一个腐烂 紧接着就会导致咱们后期 这个甘肃的一个情况 那么对根腐病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呢 你看呢 我这个是刚拔了几株小麦 如果这个根腐病的话呢 首先这个根性呢 是发生了一个腐烂 啊 根腐病的是先从根部发生 根部呢 吸水和吸肥 受到影响以后啊 它才会向上传导啊 包括这个静根的一个腐烂 包括最后碎部的干枯 不管看到这个是根腐病引起的 还是说是文枯病 所导致的这个静根的干枯腐烂 都属于是争菌性的病害 属于是土传病害的一种啊 所以说呢 就希望咱们朋友们呢 到明年种植小麦的时候啊 一定要使用半种性的 去进行半种进行预防 当然了 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防治呢 对文枯病上一期呢 我已经做了一期视频 根腐病呢 就不一样了啊 根腐病呢 主要是从根部的 所以说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玉米这成啊 结根啊 还填以后 一定要使用素腐剂 加速结根的一个腐烂啊 减少 那么根腐这个针菌啊 它的一个寄生的一个场所 然后呢 使用半种剂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去使用微生物菌剂啊 也就是说在浇水充肥的时候啊 咱们提前的就要去加入这个微生物菌剂啊 啊 或者是去加入一些这个厄美龄啊 提前的去预防啊 最好的时间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反清肥反清水开始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您看着呢 我们下期再见